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中军过去博物馆 这个东西有假的 口圆部分下的比较直 这个腹部是圆球状 当然我画得比较夸张 底下有一个鼠腰状的底部 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国人买了360万港币 360万港币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它拿着硕士 Luc澇排行项去盈卖去 盈卖上 14月盈卖来看出来 你的是假的 币用排卖 才有个人退 bows他拿到国内来 拿到国内呢 他向我写个证明让我写一个文章 介绍他的一个形式 我说你是神经病的 我拿我来算 所以非常的紧急 所以非常的紧急 在底下是粘住了 所以他就把我打碎了 他是这样的 这样我再看 你这破脸破得漂亮 不是他的法座品 这一个大家 看东西啊 看这个破脸很高 能看到胎 能看到这个修补的眼睛 但是又看到胎 所以 因为大家都比较有一定的修养 看这东西我就不必说得太多 大家看得很仔细体会 这样 这个不是 另外一个 有些法座 这个有点神骚 但是无论是 哪一个队他这个体度修了 修得非常的整齐 他都没有那个毛毛沙沙的状态 就这个 你看底下还有一个疾民 这个最初的很认真啊 他这几度的很认真 他们做事都是比较细心的 那个对称群衡 对称群衡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是游荒色 游荒色的意味 游荒色的意味 可能当时是烧败的 所以当时是烧败的 他说可能 放在一个老的位置不正 烧出来之后 这是一个 这个招的比较正的 招的比较正的 比较滑标型的滑标 所以他气形比较小啊 但是还是很大的气度 这个作品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滑标 如果很大的 在这个滑标 比较大的 在这个滑标 比较漏气 又漏气 把我讲戈牙了 戈牙说 这个一个传统就是 龙泉地区里面 一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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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在龙泉地区调查的时候,我到所有传说有国有的地方去看,没有丝毫的遗世遗迹 因为何耀在南宋时期出现,到现在年代也不算太远 也不算太远,就是1.127到1.1279,这是南宋后期 前八百多年的历史,七八百年的历史应该是有一些痕迹的那样 而且当地人也不知道有国有这个历史 我们访问了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叫宋朝 他的名字叫宋朝,一个老古董犯主义 还是七十年再去访问他,七十年的时候 他从我们这个历史没有狗摇,没有狗摇,是那些古董商、传教士找过来买东西 然后我们去挖龙泉,挖出来以后他们说这是狗摇,那是地摇,那是龙泉,什么东西 然后在龙泉地区就传开了,没有狗摇 那么我自己在文献里记载,这个出现的咕咕动摇,咕咕摇,这个记载 一直到这个故事完备,我看是划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故事完备起 实际上,这个龙泉地区有一部分的摇,烧了受南宋关药的引起,烧了受南宋关药的影响,烧出了一种开篇池 这个呢,是龙泉狗摇,龙泉狗摇跟我们传世狗摇不一样 就是台阶比较出,它是备胎,回归是备胎,它不是这个资口体育,不是自己 这龙泉地区,漆口摇取的,是完全是仿南宋关药,所以他们叫漆口摇摇,也不是,都不是 真正是呢,就是这个,自灾,自证,直迹 源头,赖俊峰写的这个,自灾,自证,直迹,这一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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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灾,自证,直迹,赖俊峰写的这个人呢,他觉得这么书,他说这个,在新建在杭州,市场上出现了勾勾动摇,勾勾动摇的瓷器, 他说,直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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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直迹啊,直迹啊,直迹啊,管响城市 那么就是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说原朝 原朝呢,就是在,后来在,这个,这个,文宋,呃,修卫士管哟,这个,勾勾动摇的 把这个过程,发现,他跟进两个地形,那么下层呢,是修卫士管哟 那么有一个建个,一个建个断档的,断档的,它在上层,在上面一层,就烧了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歌哟,这个歌哟啊,跟那个,啊,跟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传世的,故宫收藏的,三万多万收藏的管哟,和杭州, 说的那个,那个歌哟,和上层一样的,也是知乎提出的, 所以这样呢,歌哟的秘密也算解开了,所以它是继承了,南宋官哟的传统, 然后呢,烧出了这个,一个,一个独具封队的,一个行的执行的,那个,啊,在当时叫歌歌动摇, 歌歌动摇,那个,那个,杭州的那个,地方的这个,这个,这个,方英呢,也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古人呢,在写文献记载的时候,一边,嗯,实际上,现在是老虎动摇,老虎动摇,老虎动摇, 老虎动摇的上层,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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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提起来,根据我们研究,研究的举组啊,都要提起啊,它有这个,四个特点, 第一个呢,它是核酷胜摇,实际啊,有很致密的铁股摇,但是呢,也有一种潜辉摇,也比较致密, 但是呢,它还有一种啊,这个不够致密的辉煌摇,有的呢,它也比较细腻,但是有的摇也比较粗厚, 啊,也比较粗厚,并不是啊,这个,这个,核酷都是一个模式,啊,并不是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食物啊,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这个清幼,清幼呢,它是一种浅灰色的清幼,啊, 这种浅灰色的清幼,光色柔美,啊,还有一种深灰色的幼, 还有一种呢,潮米色也有,黄色的,啊,潮米色,啊,这个领刻啊, 这个背后啊,啊,深灰色,啊,就是这样,那么, 那么,会儿的西物种类呢,各西物种类啊,种类不太多,啊,它没有男性观养丰富, 一般看到的碗、碑、碟、盘、瓶、香奴 还有香奴,这些东西比较多一些 像瓶的东西,也算是比较大 香奴,这些鱼耳香奴,比较五万的钱就算很少 像大磊、大罐子、大瘟的东西比较少 都是以精巧营用之作 所以葛耀茨奇在世界上陈阵非常少 但是葛耀茨奇第五个特点 第四个是董内 第五个特点就是葛耀茨奇的做工 他虽然是破碎美,但是还是表现宋代茨奇当中 精工制作仪式不够,同意规范 从口到底足够很规整 没有称选和所有的地方,很少有所有的地方 那么这是底下的支钉痕迹也不拉扯 所以上边又来看的比较好,就是光阶 有点颜色,光阶非常的美,非常的美 文精端庄,再加上金丝铁线文 就文物乱丝铁线铁线文 这些是能和弦,是能精美 那么这个葛耀茨奇呢,我们看葛耀茨奇呢 我们看葛耀茨奇啊,仿的非常的多 这种葛耀茨我们往下,往前看看 这是这个,把南宋观耀,造成南宋观耀做的这个 这个葛耀的挂的瓶,这样一张 这是葛耀的一个香炉,一个香炉的海洋型的香炉 这个葛耀的菌耀啊,在鱼耀外,都有这种气息 这是一个六方屏,还是直口截图 红片呢,大量红片颜色,三个小的东西 在这种想法 这是非常著名的,你看,金丝体验非常清楚 这支葛耀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激烈相对 看下 这是葛耀的一个回首笔 这是一个鱼耳相无,被在杭州发现了一半 一半轻入起来的 看下 这件作品呢,就是一个问题了 这件作品呢,就是啊,熟悉熟悉这个 蓝色的,但是呢,又呢,太漂亮了 广者呢,他比的国家有没有要能量 这个片文呢,也特别的深,也没有深 所以啊,我看了一个像陈化时期的,明朝,明朝的陈化时期 比如说陈化,明朝陈化时期,也就是这样 但是明朝陈化时期,它是那个基督律上的作品 看这么说,真正打破了以后啊,看出来的 真的打破了,不是经历开的 那进化大地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因为它又全封闭了 但是呢,在警局认为考古法队当中呢,在陈化地上 还有呢,写上大陈陈化元制的许多样子做 那这次大概就是一年万人生成的一方品 对啊,不要提起啊,那是非常少的一个品种 所以,古迹啊,把它丢入大门里面 也是,它少又是一方品 少,也是一个不重要的一方品 那,现在我们把它倒回去再看看 那我们现在呢,讲讲啊,哥亚知其的间谨 因为哥亚很难得,这个真意的很少 碎片呢,也没有 碎片我在这个食堂呢,去找的 我都没有找到的,过去故宫打破的图体里面呢,也没有 也没反应哥亚打破的 这个东西啊都是,那个狼侠啊,就是包在几个一几 平时都不让摸的,平时都不让摸 所以这个标本呢,根本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那个这个 新闻事官罚队上的词面也就是很少一点 他连这么小的小岁渣就塞过了,现在都保护起来 所以别人根本就拿到,所以没有这种标本 如果现在有歌谣词片的标本,它那么大一个标本,你给它一千块钱才不卖 但是在北京网络市场上有那个歌谣词片的标本,我去看了一看 看了一看,它那个开店就像杀锅一样,那开店倒是做得有点像武器,是提前的 但是它那个五星,它六十块钱到一百块钱一片 这个六十块钱到一百块钱一片,它旁边就摆在一件假歌谣词器 那个杀锅词就是三十块钱,三十块钱一件 三十块钱一件,它本来打破了以后,放到这里头来 放到这里头来,放到地里面来卖的时候,它买五十块钱到五十块钱一片 所以你买一个片,比它买一件中线来贵的很多 所以这些人真是,这个骗子往往都是比较聪明的 骗子都比较聪明的,你傻瓜就当了骗子 所以这个骗子,他真是,想方谁就把你钱挠过去 你看他一个真的骗子三十块钱,他这个打破了 打破了,他又不能打成一片了,起码你三片无片了 他有五十块钱,三十块钱,他直接打破了 枪比他十次,他也应该,按着哪个观点 按着哪个观点,利润达到三百块钱,上半块钱 那么贾格瑶,贾格瑶的特别 贾格瑶的特别,第一个贾格瑶的特别,印象非常的厚 很光润,非常的亮,非常的明亮,明亮度太大,太强 明亮度太大,太强,这是一般的,在市场上见到的贾格瑶 这个鱼啊,就像那个堆脂里一样,你脂肪堆出来一样,厚厚的,非常光润 非常光润,那么它那个亮度也非常的大 那么有一种,就是有那个浙江地区啊,那个一些小组法啊,农泉的一些小组法 反对国药之际,就武当民谣的展览当中看出来,民谣防品展览 民谣防品展览呢,那个看出来,它那个,它拿到北京的办展览,反对国药,那个就不行 那个就没有那个第三两百块钱,它也是法案,它追求意义的质感,它也是法案,法门 而且呢,不足处的,它那个文面不清晰,所以那是展览当中啊,这个国药的法案是不太成的 所以老师还真正顾护那个护特上那些,都用贩子脉的东西 它这个特殊是反国药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来入了这个,一个 nou的一种 第一点就是铁骨胎,第二点就是铁骨胎,铁骨胎是浅灰色 所以是断断的,从断面上来看来,它犯出一种银灰色 它犯出一种银灰色,它犯出一种银灰色 就像银灰色,那个可以有一个强当的比例 对象我们四川老家,那个沙冠,尖咬的沙冠 那个沙冠表面它还是比较亮的 但是用的沙冠尖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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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的沙冠表面亮光没有 但是你把沙冠打破了,那个沙冠里头它并不是十分黑的 而是一种非赫色,而且放进一种光 他像一种浅浅的荧光和一种一整一整面光 现在的家伙人台就像那种,就像那种颜色 它是一种浅灰色,浅灰色的泰滩 而且翻出一种像沙灌打破了以后 那种明亮的光,那种光泽 那么他这个台体就是疏松,他的台体很疏松 他的台体做得很厚,有的他做得很厚,又也上得厚,所以他也厚,又也厚 所以他的左脚就是一个完整的堆缩屏 完全是又堆起来的东西,光泳极了 这像沙灰是磨出来的一样,非常细化 那种东西在文物市场上,有这个文物商店的出现 有的呢,要得非常的便宜 有的一件30块钱就可以了 有的一件30块钱,有的要8000块到12000元 所以有的时候,你走多走几家,你看看 有的呢,他们30块钱一件都可以买出来 买买了家里放红皮虫啊,放的那个什么菊叶针啊 放的那个忍住皮啊,他还真不错 30块钱真不错 但是那个8000块钱到12000元那个中时皮呢 那个东西太贵了,那东西太贵了 这个是国谣,就是国谣的 他们跟你介绍说我们的国谣 国谣,这完全是开玩笑 那么好的一个国谣啊,你没有上百万的资金才怪的 所以那个要价呀,就不能够累了 那么,它的这个表面像砂锅一样 这个尤其是,这个露台部门啊,就黑火水,红火水 有像刚刚处摇的火光一样 不像那个真品啊,真品的那个台体啊,是铁股摊 是灰褐色,细密,干水无光 干水无光 但是隆天地区的那个,隆天歌谣啊 它也是一种浅灰色 用浅灰色 这是一个第二种台体上 那么第三点呢,国谣史奇最突出的对点是它的片文 就片文 那么,这个甲品的片文啊 它那个,不分大小 生前一类都是一种颜色 这种深刻色 它像一张网一样啊 铺在这个柚子的表面 铺在一种柚子的表面 所以呢,这种这个加工种啊 这个我们要当期 这种加工种呢 生产的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这是在那个1974年 因为其实呢,因为原来啊 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做考古工作的 做文物工作的 国家工作的 对这个国家的片文出现啊 也就是这种精湿体现的出现啊 这个啊,就是 根据这个科学工作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 可能是一种增长的关系 但是都有解释清楚的 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制作出来 制作出来啊,也更不了解 这种,你说破裂是可以的 啊,很大系统不同,破裂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金丝铁线 这简直是一个秘 啊,破裂啊,张军一进去 张军一进去就进去成为金丝铁线呢 这种,这真是不条件 后来1974年啊 我们在龙泉,龙泉地区啊 龙泉那个时候的还是山区 交通最上不妆便 到大去啊,这是要过生时关 走那个,这个 职务领过去 职务领的高度是1950米 比泰山还高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老过福建 老过福建,补贴他们过去 过去呢,才到了龙泉 到了龙泉啊 有一个像龙泉一样的人 出来接待我们 他姓赖的,赖科长 在技术科技科技科长 之外的科长,我们已经问他怎么样啊 因为我们其他的同志啊 这个语言的辨别能力比较弱 但是我呢 我这个语言辨别人很强 他说龙泉普话 我说能听 我说能听得出来 他就听得出来一点 他就说最近啊,这个反格谣 反格谣 你也成功 我说他怎么成功啊 他说这个 那我就提此提醒 那我们说他能做 他能做 能做出来 那我们早就能做出来 能做出来 后来就问他 怎么做他们说 他们说 第一个我们现在做一个报告 我们讲世界国国的龙泉听词啊 那里的怀隐啊 这个喜爱啊 这个法国的那个 那个杜尔夫的那个 那个戌尔夫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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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戌尔夫的那个 这个戌尔夫人 这个戌尔夫人叫斯拉通 让我们从军子去 去戌尔夫人群岛 来让他们败到的法案 在中国人持戌面前 但是他不知道 这叫什么 就是吧 用那个 这个他们最 最热火的这个戌尔夫的主人 穿的那个衣服 就是那个 那个斯拉通的那个名字啊 来 来匿名他 是一种每个象征 是一种这个 整府巴黎啊 整府法黎的象征 然后他把这故事一讲 我就是听到真打 啊 高兴了我叫 你给我杀猪宰羊了 我找到我了 哈哈 原来有 原来有 有那个 原来有我们住的一个 小小的庭女帮人 放到这个 高级的庭女帮人去 那庭女帮人去 那庭女帮人去 晚上还来看我 看我怎么做 我讲话想 等于这一次提醒我 做作 我这个 比你那个 傻子感情的做作 他说 这个 这个保密 我说你保密 你保密 你保密 有我们讲的故事在中央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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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是 你那个名字还不得告诉我吗 他说我告诉你 他啊 他说把这个庭女帮人去 他做成了 他一看那片 因为他随便的 他技术过来 他随便以后 他就把那个鞋鱼 这张口这个片纹 就把这个张东西进去了 进去的多的地方 也是深 铁线 进去的少的地方 他也是把黄金石 用 到了一随随 金石铁线 哎呀 金石铁线 高兴得不得了 这个金石铁线文 也这个秘密啊 并不是用化学的手段 而烧出来的 而是靠农民的脚板上 用他这个无敌的方法 那大家就把他做出来了 那金石铁线文呢 就出现了 真正铁线 真正铁啊 你平常慢慢来 真正铁啊 是因为啊 常年的积累 灰尘慢慢的进去 因为他现在是压里压出来的 那么真正铁啊 是慢慢慢慢的伸透 洗啊 涮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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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的岁月啊 他这个真正 那个大片的东西 集成的东西多 那个小片呢 本来呢 他集成的少 就是他的整齐史平线 他是一个 岁月的流史啊 出现了这种 这种这种 这个现象 那么现在呢 他是用这个 亚里办法做的 但是后来 这个秘密建权了 张得一塌糊涂啊 你那个里头 死份牛粪啊 养分的全有啊 你那个 行李里面走的那个 农民的土地 那个走的地上 不得了啊 就不要 所以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不行不行 因为你不能做 你不能这么做 后来的 也没办法 就改 改了怎么做啊 就在北京啊 就买了一袋钩的模子 一袋钩的模子 香模子 香模子啊 就拿那个笔 往上 一层一层的磨 磨了 放到火上去烤了 烤完 就使它发一点热 然后它吸收进去 所以进去了以后啊 他弄了一缸 那个 无措的水 把它泡到里面 泡到里面以后啊 过几天 一过星期啊 反正泡进去 无所谓了 它香起来了以后 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 拿起来 清水一洗干净 那么就割氧 但是这个时候的割氧 这个片面呢 就不是形式体现了 它也不脏了 因为伊德国的模子 就碳尾定了 碳树 碳树也不脏了 你闻了还有一点香味 所以也合乎一身标准 但是 它那个加古董呢 那个文字啊 它的分布情形式体现 它是像一张网一样 撒在上面 都是黑色的 都是黑色的 所以现在这个加古董啊 它这个片面 像一张网一样 像一张网一样 撒进去 只不过是呢 片面有一点深浅 就是深浅呢 就淡一点 深的黑一点 对吧 那么没有金丝力 没有金丝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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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片面也比较黑 所以这个加古董啊 这个片文很 很暴力 那个片文呢 就像一张网一样撒到上面 那一张网一样撒到上面 深浅之分 就是颜色的深和淡的 他发了 他没有那个 因为张东西多 他就深 因为张东西少 他的话金丝 所以金丝提片文呢 现在很难看到 很难看到 只有深浅之分 没有金丝和提片之分 所以这个呢就是 就是这个加古董的片文 你说古代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古代呢 他的片文烧出来以后 他也不管他 那么就有人用他 或者喝茶 或者饮酒 什么 那么手摸摸 洗涮 这张东西啊 这个成绩的 这个成绩的 时间长了 比如说 有些埋到地下了 那地下的张东西啊 慢慢的也要深测进去 深测的多 他颜色就深 就黑 深测的少 颜色化缓 所以古代呢 使岁月里流失 出现了这个痕迹 那么 现代呢 使人为你集结的操作 集结的做法 让他进去 所以加古董的片文呢 是有这个区别 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这家我呢 我还做过 另外一个就是 有人工染色 另外有 人工染色 精心战工以后啊 他大 sei a guy 它能做到 那么 小片生浅呢 他在生浅的地方 他用这个 颜色化红颜料 浮到上上面 然后慢慢潸 也出现了 所以有个片文呢 大片是kn师 大片是铁线 小片呢 是红色的 小变的红色的片本 所以这个也是假的 现在是染上去的 所以这一片也是突然十倍 那么明国时期也有防御 明国时期防御主要不明律 它的线条的颜色都很白色 片本很浅很细 几乎没有颜色 就是一种淡淡的浅灰色 这是格雅的片本的特别 第一个是鱼 第二个是瘫 第三个是片本的特别 第四个整个纪录上文艺不精细 它没有奏远格雅的那种气势 也不端章不典雅 它的鱼有的堆着过厚了 有的堆着过于厚 就像脂肪堆上去一样 有的也过于浅了 所以比较熟悉 可怜景福 抵抵护全主 都没有神体那么有力 所以第一眼看到李贾弗燕以后 感觉到啊 似是而非 就是貌似而神非 就是又像又不像 又像又不 又又像 它做出 能够做出它的相貌像 貌似而神非 神奇上 精神上 它不是 真正上不是 所以这种 这种国雅的产品呢 这个断地的方法 还是能够把它 把它变定出来 第五一点呢 就是这个 脂钉 这个 现在的这个 甲国家的脂钉 太粗太大 这个 脂钉破裂的 拿着的地方 周围堆去的玻璃层 太厚 而且玻璃层 太强 摔到以后 留下的那个 玻璃柴子 太锋密 几乎 要把我们的手 拿破 所以我们感觉到 感觉到 没有那个 骨带那么温柔的感觉 没有温柔的感觉 那么 这六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手 手 在那个 拿到的 歌谣瓷器 上面 摸一下 就拿到一种 歌谣瓷器 我们就拿到手上 轻轻地体会一下 摸一下 摸过去 摸过去 真正的歌谣瓷器 我们过去的 鼓鼓瓷器 是非常平滑的 非常平滑的 不当手 不当手 也很平滑 因为 它开篇的 支出来的 跟现在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时间长了 它摸摸摸摸摸 摸整 摸整 所以它有种平滑的感觉 那么 心烧出来 玻璃茶 你怎么掩盖这个玻璃茶 它总是有点玻璃茶 所以拿到手上 摸的时候 有点 支撑拉拉 支撑拉拉拉 拿手的很鲜下 所以反正拿到用的 使手要 想使手要 还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开篇 吸水是怎么样 这个不那么吸水 这个不那么吸水 因为它的烧地还是比较好 它的温度都是1230里以上 它不吸水 哎呀 灰尘是钻缝 哎呀 灰尘是钻到那个 捏缝里头去 开垫的缝里头去 吸水啊 是因为那个 那个台体啊 它这个胡椒 台体有缝 那个那个 钻进去 它不吸水 它吸尘 它吸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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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 这只都要 钻咬一天讲 啊 就叫钻咬一天讲 啊 就叫钻咬一天讲 啊 这十大命咬 这一天讲的 五大命咬 下一个 嗯 那么钻咬的摇场呢 是在这个 钻咬的摇场 是在 荷兰雨县的八卦洞 在荷兰雨县 啊 荷兰雨县的八卦洞 啊 荷兰雨县 啊 雨县 大卦洞 啊 荷兰雨县包洞 这个是啊 就古军台的地方 古军台啊 就在这里一百多公尺 啊 就是啊 啊 大雨治水啊 寄天啊 有个军台的地方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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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里 那么 那么 军咬呢 突出的特别呢 这个大概有六个方面的特别 啊 军咬 大家请大家仔细看看 这是 但是 这个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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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是很迟迟的这个 这个 啊 三花瓷 有三花瓷 有三花瓷的这个二叶分箱用 二叶分箱用 二叶分箱用 啊 你可以二叶分箱用 二叶分箱用 他用了防水的孔瓷石 孔瓷石啊 孔瓷石啊 成为铜啊 那种矿石 铜矿石 那么铜矿石非常的复杂 那么 那么 它引到氢油里面再加上银酸物质 银酸钙的物质 所以它出现这种淡别光 然后呢 这个有点像 这个 这看 它的交替力质啊 对光线的 因为选择的吸收 或选择的反噬 就像那种枣霞一样 这样一个 一样的这个 彩色用 偏变用 非常的漂亮 在这个7191 第三个特点呢 再往下看 君堯啊 你看手组非常规整 手组非常规整 一失不够 一失不够 所以啊 人生规矩 从那个积极的口言 到监控教 比估 到复健 都非常规整 所以在制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可以 从君堯的看到 他们功能制作的 严肃 认真 一失不够的精神 所整好 体现了皇后文明啊 他通常处理一种阳刚之美 无论是长线 或者短线 无论是弧线 或者是转折 都很硬朗 很简洁 他绝对没有 通知代水的地方 他这个 才是一定没有 通知代水的地方 那么 他与 汝瑶 与这个 定谣 与药主表 或农村要相比 他的线条更近 更简单 他主要是用的长短线条 长短线条 来造型 或者用的幅度很大的 那个线条 一拐就过来 他绝不用那个 很多转折的 那个线条来造型 所以他这个 更能够体现出 包括文化的一种阳刚之气 北方 北方的阳刚之气 那么 他的台籍啊 来说的比较厚重 他那个 因为右啊 上的比较厚 有名呢 他也比较 也比较 起码要把它称起来 虽然 跟他 跟用比较起来 相对不是太厚 但是呢 还是一种 粗壮的感觉 还有点粗壮的感觉 这样想 那这是一个海肠型的 那么 这个蓝色呢 主要就是 因为气氛的关系 有皮 有红 红在里面的图线 那么 这个荡背光呢 这个荡背光呢 就是银酸盖的东西 那么这个 它是露出的台色 由于右的 橙色的元素 铜啊 铁啊 分子比较重 它就往下流 往下流 它就往下流 出现了这个 出现了这个 露出的台类元素 但是啊 这个秋云种仪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秋云种仪纹啊 是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胎体啊 它是比较粗 这个胎体啊 这个北方的池土啊 原生高硬 再生高硬 它在根据高硬度的质量啊 比较高硬度啊 加工也要 要出一些 要出放一些 它做的比较厚 那么这个胎体在量赛的时候 在量干的时候 这个胎体就有一些断力 啊 这个这个 因为它刚成型的时候啊 水分含量 含量很大 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要 上流呢 它要到百分六七的时候 水分啊 只能含到百分六七 百分七八 到这个时候啊 它呢 才能够来上流 但是在这个时候 胎体啊 已经有微微的断裂了 断裂了 它的流呢 是分别配置的 分别配置呢 再刷子啊 多次上流 一次刷了 量量 再上量量 就是一会儿上了 这个 单北石的这个 这个流量 一会儿上了 天青色的流 一会儿上了 大蓝色的流 一会儿上了 红色的流 它的脊椎药 一身上上去 上去以后呢 在这个稍微的过程当中 稍微的过程当中 又啊 融融 又融融了 这个右面回腾 到了1230度 1250度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右面 处在浮腾的状态 这个浮腾的状态呢 因为它用成多次上了 它的右里面呢 这个重金属的物质 比如说 铜 铁 蒙 液 这类比重的 比较大的物质 它就往下沉 往下沉 为什么我拿着急冲啊 就掉到钩尾去了 掉到一个链锋里面去了 那么 轻的物质呢 您 拿着钙尾这些物质 它就往上浮腾起来 不能解 不能解 所以到后来烧了温度了 烧成了 那么工匠慢慢的熄火熄火熄火 希望呢 这个右面呢 就出现了这种光亮 很漂亮的这种 互相中红 互相融融 互相流动 出现那种姚便右 所以 军阳啊 是姚便 姚便右 姚立便 又在姚里面了 才出现了 它出现了姚便右 军阳 它出现了姚便右 那么 军阳 姚便右 出现了美丽的颜色 但是呢 那个沟里面 那个小沟里面 那些集中起来的重金属物质 重金属物质啊 它出不来了 它把它都填满了 所以啊 在一路面出现的话 它这一条叫 一条叫 深色的文艺 深色的文艺 所以人们行用它 这个深色的文艺啊 这个深色的文艺啊 就叫做秋鹰种鱼 秋鹰种鱼文 啊 所以啊 它能有那个 秋鹰种鱼文之妙 啊 它有秋鹰种鱼文之妙 所以它这个又啊 它有这个秋鹰种鱼文 有秋鹰种鱼文 这有一种神秘感 那么呢 那么第五呢 它这个红鱼 这个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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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 green 有些红的荣羊鱼籍就像红的法子和娇烟玫瑰 有些像天空飘动的产云 海峡 有些像罗日的鱼灰可以变化磨层 有些有磷酸概略在里面 那么六层不是以兰无比的玻璃粥 而是一种有透处的淡白石光粥的石头粥 第五一点就是在红油里面 或者如宙油里面 或者天青油里面 出现蚯蚓一种异纹 这是第五一点 第六一点 为宫廷曹操的君子大多数是陈摄子 所以讲究了庄重典养 而特别是适应宋朝社会的要求 是仿这个上古三代 仿上古三代青春期的造型 比如说顶啊 胡啊 苏其真啊 李啊 这些东西 这主要是 使战乱不习的白宋豪潮衰落 不惊性 这主要是以蓝色为主 真漂亮 所以军耀之地的颜色 国众人物都非常喜欢 比如说蓝色表现深层 深厚 成熟的表现 红色表现极业 热情 绿色表现青春活力 黄色表现一种爱情 所以 无论是男女老少 国众国阶 国国阶层 国国年代 我讲十多了 你看 这是一个十分博脸收场的一个 有一个横曲线维起来的一个发套 在往上 这个古丁喜 这个也是帮帮补的 在往上 你看 底下是涂酱 涂酱的 凡事为黄宫烧城的契物 不上映的地方都涂了一层酱 涂了一层酱 涂了一层酱 再一个呢 他这个 金耀之气啊 他为宋徽东的宫廷呢 就是这个花式钢 花式钢 水虎钻是深层钢 水虎钻是深层钢 那个宋徽东呢 在开工啊 他拌了一点花式钢 花式钢 因为这些 是一种浅灰胎 浅灰胎 有的是做的比较重 比较厚重 有的呢 做的比较薄 但是呢 整个那些还是比较厚重 比起乳窑啊 比起官窑呢 还是厚一些 比较男生官窑厚一些 但是呢 比较细腻 颜色比较纯净 那个灰色啊 灰色啊 灰色啊 比较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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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它的工程呢 无大名要以外的东西 无大名要以外的东西 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讲药州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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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把药州谣放进去 药州谣 那这个就是药州谣 这点什么药州谣 那么这个 这个药州谣 我们今天打断 跟各位讲药州谣 池州谣 龙泉谣 剑谣 净贴清贝池 吉州谣 得话就不讲了 得话又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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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那个文章 大家可以参考 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 你看有没有好 原案还得更好的时候 这个他们也是初步的办 这个药州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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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州谣 这个药州谣的那个中西谣厂 在陕西 中西谣厂 在陕西 洪川 黄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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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方人 比保 黄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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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黄浮镇 在这个地方 重新谣厂 是在这里 对吧 再看看它这个特征就是谁 这个 这个 这个药州谣啊 他是这样 药州谣在中国 台湾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我们原来呢 这个 就是说 实际生产的中心 过去呢 这个声音都不很小 对 对 从唐在的岳瑶开始 一向是在南方 这个 从原始青蛇开始 那后来的江苏 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 福建 广东 这种 就生产了 青蛇 我们国家 这个 基本上 青蛇 这个品种呢 它是属于 长江定义 江南俄土 普遇出来的 一个青蛇 的品种 但是呢 药州谣 药州谣 药州谣以后啊 它就是一个标志 就标志了 中国 青蛇生产的中心 由南方 转向北方 南方的青蛇 逐渐逐渐的 已经没落了 逐渐的 让位啊 就变成了民间的初始大碗 一株水平下降 一株水平比较下降 那么 只有几个谣 还有一定的水平 就是岳谣 在宋朝来还在继续生产 但是呢 其伐展的势头 已经呢 远远不入空潮了 在那个 社会影响方面 岳谣 逐渐逐渐的 在推出历史 逐渐的 推出历史 这个 最新的发现 最新的那个 考古发现呢 它是在 南宋 还生产了一个 世界 回光板造 生产的水平还不错 那么 他们呢 就衰退了 就没有了 没有了 但是北方呢 这个药州要开始 药州要这个 这个 这个窑场啊 规模非常的大 所以十里窑场 十里窑场 中年灯火相望 规模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窑场呢 它那个 生产的时间比较少 它是常药的中期 常药的中期开始 常药的中期开始 它生产什么 生产白尺 黑尺 猜磨幼尺 猜磨 就像那个 秦草啦 乾隆云的猜磨 猜磨 猜磨这个磨 在中国 最早的生产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要不要 所以 唐代的 猜磨的磨 其实 还有呢就是存产的钦尺 存产的钦尺 还有就是白尺 另外就是藤山材 所以那个时候啊 他的工艺啊 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特殊的自己的中根 他就是学人羊 他白尺修行羊 修孔雀羊 山材也是修孔雀羊 另外钦尺呢 修月羊 这个我们南宋伟大的事人如有啊 就写回老学院笔记里面 就说到要主要啊 他生产的秦始要狂烈 从小海鸥 从小海鸥就说这个 但是呢就说他太粗 太粗 就是这个一般的 兵材的 品材的 这一这个 人家也不用的 不用的 但是到了这个 五代以后啊 就发生了不大大的变化 五代呢 这个全国战乱加剧了 战乱加剧了 这边是这个长安地区啊 战乱加剧了 长安地区 大家知道是猪瘟 这个一把大火啊 把长安换了灰底 所以长安地区啊 这个人呢 走到长安大街上 看不到人 只看到瓦砾 人的尸体 然后呢 看到啊 独里狗狗 野狗啊 吃尸体啊 吃得也就红了 所以都不敢进了 所以呢 后来到了这个 呃 就是玉化工 在玉化工这个地方 那么 他这个地方 存在 他这个条件比较好 但是这个地方啊 交通非常不方便 他虽然是个经济地区啊 虽然是个独选很近的地区 但是呢 他呃 没有遭到太多的战乱 而且呢 这个北方有一个战乱的工匠啊 这个有些往南方抄了 有些呢 就到他那儿来了 所以呢 他汇集了 当时这个呃 这个北方地区 一些支持工匠 在这里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呢 这个耀州瑶啊 他发生经历了一个慢车的过程 慢车的过程呢 他开始生产的中间 但都不是怀疑 都不是怀疑 而且一些文人学士啊 看不起 看不起 不用他 所以生产股目的比较小 都明明是一种小说法 到松唐以后啊 他是这个发展呢 发展起来的医药州瑶啊 呃 有个 呃 突出的特点 这种特点啊 他第一个呢 就是开出了当地的赤土 开出了当地的赤土 他的赤土啊 不在这个同村 在 呃 在耀县 这耀县 出一个这个 呃 属于这个 呃 属于耀州嘛 呃 同村那种 宋代属于耀州吧 所以已经耀州的 是吧 他是在耀州 这种耀坡里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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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州的那个 耀性的耀坡 嗯 嗯 嗯 耀坡里面 啊 发现了这个 这个 风格的赤土 风格的赤土 而且呢 他原来啊 啊 烧 烧的是 他是用柴火烧 他是用柴火烧 他是用柴火 庞大 是用柴火烧 我们在耀州 要去调查的时候啊 就发现了 他这个断层 断层啊 一层层堆积去的断层